天天天南 主持人 謝二芳 宋景輝 錢建榮 張三 好 大家好 大家看到了 剛剛做完這個崑崙峰 我們留下鐵欄 跟我們做嘉賓 因為我們兩位主持 宋主委和錢博 錢博多工作 很累 他出來也很辛苦 我們宋主委聲音沙啞 昨天就去吊高誰 昨天他拿著咪 叫了大半周 打到共產黨 又臨去老母 他老婆在旁邊見了 他不要說那麼多 他去到這些環境下 忍著 亢奮 又忍著 亢奮 那些什麼數字 那些什麼腎上線 腎上線 激增 那他不拿著咪 又不行 拿著咪 又發瘋 變成他又要請假 他本身就蓋毛了 所以都 這陣子很多人都 借傷成毒 那昨天大家都知道有什麼事 一會兒再說吧 我先澄清了一個易男的標準 因為有個聽眾 他PM我 他說是易男的標準 上次可能有些錯 不是有些只是錯 所以我把這段 轉給了張三 張三觀查過的資料 其實都不知道為什麼發台灣 其實我一直計算我兒子 還要什麼時候除疫 其實應該是到三十六歲的 以前以往就有分開 你的教程度到多少 你大專以上就去到三十歲 三十歲已經 還是延過幾次 所以都搞到亂了 亂了 高中是多少歲 有些少差 所以 現在就說一隻三十六歲 即是我們的證明是不錯的 因為 很難聽的 因為聽眾裡面有很多 對台灣人的認識 尤其是這一位 我應該怎麼介紹他 我見過他 我們上一次那個網聚 他有來的 首先 不好意思 再來一次 感謝你的指證 希望以後我們有些 說得是有錯失的話 也麻煩你多些來指證我們 還有錯失沒有了 有的 沒有錯失 很難說 很難說 資料上面拿錯了 或者記錯了都會錯 是的 我們希望多些互動 這位聽眾曾經在中醫院做過 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他現在經常說 香港、新加坡 兩頭飛 我不知道他做什麼 真正 真正身份 我是很清楚 但是 都知道他是很猛 中研院 中研院就不同 中科院 中科院那些 中科院更加厲害 沒有更加厲害 不過是不能說的 我同學進入中科院之後 二十幾年來 我們同學會都沒有參加過 中研院是為國家處理的地方 是研究學術機構 中科院就是國防研究方面 中科院直接研究子彈在那裡 好 我們昨天說說 昨天的所謂反送中 反送中 這件事都已經是 由今年二月開始 突然間 特區政府就拿了一條 所謂逃犯修訂條例 逃犯條例 一向都有那些逃犯條例 他就去修訂 修訂 好了 上午提出 下午民建聯拿著 潘曉榮 潘曉榮 不是潘曉榮 潘曉榮 上午開記者招待會 下午就來了 不是 好像時序不是 時序是 政府說了 他們將會對這條條例有修訂 下午民建聯 李慧琴 找了潘曉榮的家屬 開記者招待會 他說 希望這條法例能夠通過 能夠令到他的雷女 可以沉冤得雪 公義伸張 兩個人都是天衣無縫 都算是叫悲情 站在家屬來講 站在我們正義彰顯的角度來講 死者的要求就是 合理的 合理的 當然合理的 應該的 所以就 藉著這件事 政府就大條道理 擺上立法會 一直以來講 所謂陳同佳案 潘曉榮 可能大家不太熟 潘曉榮 被殺個女生 陳同佳 殺人 那位涉嫌 我們都是講 四月殺人的兇手 所以震震有詞 政府自己也講到聲淚俱下 如果不通過這條例 我們怎麼對死者家屬的交代 我們和台灣沒有引渡條例 今年十月 最初就講到四月 四月二十幾號 四月二十幾號 就說 如果你們不通過 他就有機會放出來了 結果法庭再判判到十月 案件 所以現在又推了 說十月不放出 如果我們不通過 十月再放出來了 我們沒有辦法扣留他 一個兇手 明知的兇手 你竟然放他在香港周圍走 你又沒有去扶 那是不是對家屬 或者我們香港 怎麼可以容忍這些事情發生 港者就傷心 聽者就流淚 當然魔鬼就在細節中 原來如果你真的同情死者家屬 或者要為死者伸張正義 那你單方面 只是通過台灣這裏 因為你二十幾個國家 都是逐個逐個談 這個不用擺上立法會 為什麼你要一籃子 要搞到這麼嚴重 大家當然最驚恐的就是 因為有些問題 你就會送回大陸 最主要 因為整個立法來講 背後都是針對大陸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香港人站出來說 say no的時候 他們很多時候就說 中央保證不會這樣的 中央保證不會這樣的 那你又說這個條例 不是針對送回大陸 那為什麼下又說中央什麼呢 好啦 本來談談一下大家都覺得 過的機會都很大 那再整整一下 大陸就說 喂 有三百個有名有姓的經濟罪犯在這裏 是吧 那如果通過這三百個的經濟罪犯 我們就可以把他拿回來 即是受到我們國家的制裁 那那些人就開始害怕了 又說到這裏 有名有姓放在這裏 即是無名無姓那些 我們都不知道 好啦 再講講可以凍結財產 哇 那這就糟糕 第一樣是凍結財產 這樣真是害怕 好啦 那當然令到很多香港在大陸有做生意的 或者是經常回大陸玩的 這個玩 我說的玩是野遊 當然是 即是你說上去遊山和水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當然沒問題 我們上到上面找一個 按腳女郎 按得兩按 你就按著上床那裏 那一 我覺得很正常 雖然我沒試過 就算你按都沒有上床 他說你有你就死 是啦 你資訊沒給的 那其實最主要就是 大家對大陸的司法毫無信心 和他的政治思想的控制 那很多時候 你可能是 講了一些不知什麼 他不喜歡的 或者得罪了不知什麼人 都可以成為 是敵你回去的一個罪名 那好像說 喂你沒有犯法 你沒有犯法 那怕什麼呢 這樣 喂 那最大問題 當然 你可以說 我在大陸沒有犯法 我在大陸 在大陸 很尋規道舉的 陷阱 垃圾都不敢鬥 敢救 我連過馬路 我都看過龍燈的 沒問題 那我沒事 但我在香港 發表很多反共言論 是吧 好了 那他在大陸裡面 挪了一個罪名 包裝成一個 一個有罪行的 你幾時幾月 曾經回到我們中國的 不知道廣州哪裡 就犯了一宗這樣的案子 現在我們把文件資料 證據 我們給香港法庭 對 香港法庭沒有審議 沒有審議 那些證據 真的假的 好了 法庭看完初步 覺得 都證據錯過 好了 等給特首 特首就更加不認識 你說我 不理 他不理 他真的不認識 法庭都說好了 我作為特首 我當然相信法庭 那些人回到大陸 他經常在香港說這麼多 回到上面 他當然不會用 在香港 你經常發表反共言論 那個罪行 來判你 回到上面 自不然有很多 其他罪來判 現在香港人是怕這件事 可以 未審 就先問你三五七年 都可以 是的 所以 你在巡城監獄裡面 在大陸 是沒有政治犯的 你看巡城監獄裡面 沒有一個是因為 這個思想 因為政治犯取消了 其實在大陸來講 大陸是沒有政治犯的 真的沒有政治犯 但是大家會看一下 不同毛澤東年代有政治犯 是的 但是你看看 在巡城監獄裡面 坐牢的 什麼奇怪怪的罪名都有 好了 那引起 為了一件事 就是 你們這件事真的該死 說了 反共言論 坐在那裡 是的 有一個真個案 是陳詠祺那間 制衣廠 是 他有個高級行政人員 在上面 他是沒有犯法 好像你說的 他可能擲垃圾 都是擲垃圾桶的 是 紅綠燈都看著燈才是高的 但是問題是 他當年簽的那些 這樣的合同 當年的優惠 就是政府給你的優惠 現在叫做沒有了 但你當年簽是有的 但他說當年簽是那個 跟你說是有的 是 其實國家是沒有的 是 所以你變成欠了 國家多少錢 兩千多萬 其實說 不要說你們這些反中亂港人 而一些對共產黨 很有貢獻的商人 在上面 都可能他有需要的話 你也會賴 所以那個人又變成了 扣留了 陳炳奇又要拿錢 是屬人 是一樣的 是嗎 有些人會覺得我們是活該的 有些人會覺得我們是活該的 有些人是活該的 這個不是的 好啦 好啦 一路延銷到就是 選主席選不到 就是所謂的法委會 法委會 法委會 選不到 選不到兩次之後 結果泛民當然是大反撲 搞到 再做下去 都選不到 因為有雙胞胎 有一個說我自己正式 那個又說他自己正式 但是法例上面 泛民那個真的正式 如果你在立法會裡面那些規章來說 反而是 建制 建制 推石禮謙 石禮謙擺明就不想做 石禮謙當然是屌的 大哥 他都是不想通過的 你找我 你找我想做醜因 我屌 我怎麼搞 所以他又借勢 就說 那我不做了 然後政府就說 我不擺上 我們可以擺上這個委員會 還有湯渣華提議 他說不如 既然選不到 就將他擺上大會 直接尾讀 政府真的聽話 那就出事了 搞到大律師公會 出來黑衣遊行 三千人 然後就 連很保守的律師會 都發表聲明 那些校長會 教協 不要說教聯 還有教評會 正仆街 教聯這些 是大陸的組織 好 一直延宵下去 每間學校的校友 還有現有的學生 連署 那些幾千個連署 搞到 連Fucking Secondary School 左派的 福建中學 都連署 校友 這樣就好了 去到這樣 政府 沒理由看不到文情 都要硬闖 好 夠票嘛 夠票嘛 夠票 那些保皇黨 都不知道 你夠票 審視一下那些文情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 從來不關心民意 好啦 搞到 最初就 萬多人 幾次遊行 萬多人 然後十幾萬 一躍而升 就去到 一百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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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個五折都五十萬 打七折七折七折 那不會五折的 我當五折 到昨天 聲稱有一百九十幾萬 那打個五折 那打個五折 八折 都有 一百五折 我打大字頭 我的公司 大減價 那都一百萬 一百萬 一百萬 是一個很恐怖的數字 就是 我 我全世界都沒見過 一個這麼小的城市 我沒見過是講上個星期 不是講琴的 是公單 事實上也是 一個這麼小的城市 台灣上的島邊 都是講 聲稱都是百萬 是吧 那 那警方都是講 三十幾四十萬 那其實 差不多了 兩邊的警方 全世界 我都講了 全世界警方一定是低估 然後主辦單位一定高估 這個不正常 那 那 那兩國的大遊行 那其實這兩國的遊行 老實講 影響 影響不到整個決定 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六月十二號 那些年輕人 手在龍和道 然後那些警察很無理地驅趕 暴力 發射一百五十個催淚彈 然後有胡椒 胡椒噴 胡椒水 那些 那些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天藍的老友 他 他說 背著後面有一個大 大風瓶 即是救火的 那些 即是救火的 即是有時間噴 即是有時間噴 接著就 這個長膠子彈 還有這個布袋彈 不要說布袋彈 即是打布袋 它裡面是圓彈來的 不是啊 你知道布袋彈去TVB講到 很純粹而已 會有少許紅種 嘩 那 那 我 我就問過 問過我們那些老友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什麼叫布袋彈 原來 真的是一個布袋裡面 裡面 就放了很多的鋼珠 即是說 一射出去 它是說一百幾二百磅的力 扔出去 如果你蓋到那個面 就整個面可以爆了 即是如果你的臘骨 空骨這些 是直接可以斷的 即是 一百幾磅的拳一鋤打下去 鐵槌 不是圓頭 鐵槌 鐵槌 所以 紅種就沒有去射了 紅種就沒有去射了 紅種就幹嘛拆 沒有線條 你TVB這些是正陷家產 即是你誰站出來 你誰說沒事的 你站出來 會有些紅種 你說得這麼簡單 紅種又沒有去射了 沒有去射了 那些布袋彈類幹嘛拆 你的記者是誰說的 你站遠一倍的距離 為什麼 他那些橡膠子彈 說是射了很少的 就是射了一個量數 不知道幾十顆 你TVB拍出來那個人 好像玩遊戲機一樣 都不知道幾十顆 因為如果近距離的 橡膠子彈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不知道幾十招二 一百六十招 因為如果你說我們 我們自己有時候的氣槍兩招 兩招而已 如果你近距離射到 裸掘的那些鋁罐都會穿的 不行你打手就知道 一打手兩招就馬上爆 黏了 如果說一百幾招 你成了 將力度 那你有什麼可能 在這個環境之下 當然 如果你說 面對一堆真是暴徒 我覺得用是正常的 你用什麼招數 你真的開槍 我覺得都是正常的 那些蛙蛙兵 說十六七歲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孫子 十幾歲而已 他真的自己走了 然後打給媽媽 我去了金鐘 媽媽嚇到尿尿都沒有 因為那天 很多貓要找小孩 那天我在中環 過中環 搭千色小倫過千山咀 元老見到 其實真的很多 就是中學生 這些 這些暴徒 他很好笑 他說削尖的竹枝 鐵枝 鐵枝是怎樣削呢 我根本就是 第一 警方聲稱有這些鐵枝 但是從來沒有說過給我們看 你只是說 其實 他所謂的鐵枝是什麼 我都問過一些人 是那些水馬和水馬之間的那個隔位 就是那個連接位 那個連接位 中間他有 要插一條通路 不要讓他拉開 那條通 那條通是什麼 是交通 那些年輕人 拔了那輛東西 就作為武器 在那裡 那條交通 那條交通 你都不痛 你都不痛 洪家臣 好毒 真的不痛 很多人 不知道什麼人 那些 有沒有路 有沒有去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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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在這件事 還沒發生之前 已經有一些磚在那裡 而那些磚 是拆得很 是正的 就不是說 臨時臨那幾條小子 自己挖挖完之後 就散落地 這樣 到時候 拿來扔 這些如果是 是應該很散的 因為那裡挖一塊 那裡挖一塊 是有幾行的磚 是鋪得很正常 是很齊整 喂 這件事還沒發生 已經有一堆磚在那裡 那你說 是不是附有工程 應該是沒有的 那這堆磚 誰擺在那裡 有新聞 擺在那裡的意思是怎樣 所以 鏡頭前 我們是看不到那些年輕人 訂磚 我們只是看見警察 訂磚 有拍著的 大家可以上網 可以看到這些照片 所以 那當然 一有這些衝突鏡頭 那些 那些 那些不民世事 那些 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那當然要打尺他 那這些 那些根本不民世事 那些根本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再跟他說 他就說 哎呀我不會的 不懂就沒有說 好了 最興趣的 先說一下 暴力 怎樣為之暴力 那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個故事 大衛和哥利亞 那就是聖經裡面的故事 這個大衛面對全副武裝的巨人 哥利亞 巨人來的 哥利亞來襲 那大衛有什麼武器 好卑微地拿石頭來對抗哥利亞 好了 這樣都為之暴力 你搞清楚先 暴力 那就是打頭 所以其實暴力打頭那些就是暴力 那就是說 誰打頭誰是暴力 講到打頭 那就是說 那就是 年輕人的武器是什麼呢 在這個 就是以前 金融都講過這個故事 在《蛇叼英雄傳》裡面 就講到 金人有什麼武器 我們大宋有什麼可以抵抗 最後講到 金兵有狼牙棒 我們大宋有什麼 山門有天靈蓋 什麼武器都沒有 天靈蓋是頂你的 現在大家看 那些警察拿金屬罐 那些警罐來抗 那些年輕人有什麼 暴力武器 天靈蓋 那幾千個學生哥 整萬個學生哥 真的有武器 你那幫警察可以安全 可以安全撤出 那好吧 那談事情發生之後 老實講 就算 就算整個場面 好像這個CTVB這樣播出來 那些年輕人是衝 最後你有沒有可能 定性是一個暴動 暴動 沒可能的 喂 這個法國那些黃背心 如果你相比來說 那些黃背心都不知道幾步 大佬 燒垃圾桶 燒車呆燒車 什麼都來了 但是 那些叫示威 法國佬從來沒有 將這個 列為暴動 但是香港說 現在是不是 都將他列為暴動 因為暴動 第一 列為暴動之後 他很做事 他很做事 他喜歡怎樣抓人 第二 那個判刑就重很多 殺雞儆猴 敲山 一判刑重 你以後這麼敢 我們很明顯 你看到 在魚蛋革命的時候 最近判的那些 都是非常非常之重 六七年 大佬 是啊 如果用其他罪名 就不會那麼重 其實 非法集結 非法集會那些 是很輕輕的 罰錢 小共鳴 很明顯就是一個 一個政治的判決 所以昨天的遊行 主要就是要撤銷這個 所謂暴動罪 昨天就說二百萬加一 那一是什麼來的 因為一位已經是 沒辦法再參與抗爭 是 是 在星期六晚 六月的十五號晚 就在這個金鐘太古廣場 一個工程中的櫻架 櫻架 是 是 是 所以 我覺得 以死去 商駁這個政府 在這個環境下 我覺得是不值得的 這個政府已經是麻木不仁 你看看西藏 幾百人自焚 這個政府有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當然沒有了 有沒有對西藏人民放鬆過 是沒有的 他對自己人民都不放鬆 所以 因為現在 雖然說 你現在面對有一個港共政權 但是背後有一個不經證 一個暴政 所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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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集體十個人跳下去 他不跟你流淚眼淚 是吧 因為 全部都是 所以 以死 雙勸 最重要的是 齊心 昨天二百萬人出來 大家看到 昨天晚有一幫年輕人 在做12號同樣的事情 到了現在 警察 都只用一個 找談判專家出來 跟他們談 很油性地跟他們談 就不要像上次那樣12號 一來就吐 吐到有些人發聲 他們就立刻說你們攻擊我 你暴力所以我們就用武力制壓 今次遊行我聽那些人說 因為我自己站站就沒有走 我聽他們說那些警察都客氣了 昨天你沿途真的沒有見到警察 特別是過了鵝頸橋之後 去到金鐘中間是沒有警察的 大部份在什麼呢?在警察外 變成那些警察都知道這次都是弱的了 你再強硬一點 分分鐘真的 如果昨天你激怒那二百萬人 那就真的不是612那個級數了 612那件事發生之後 我女兒呢 我女兒是幼稚園的 已經有些政府那些 給家長看的信 已經周圍在群組發聲 就是說現在遇到很多小朋友的家長 是警察 就是爸爸或者媽媽的警察 就被學校的那些人質問 你爸爸警察嗎?你爸爸黑警 就說教爸爸媽媽警察的爸爸媽媽 怎樣開導自己的子女 這些信 就是說你爸爸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 爭執我 因為他們霸馬路 你爸爸媽媽自己維持前安姐 就是教爸爸媽媽怎樣跟小朋友解釋 你證明了現在整個香港的地方 已經很討厭警察 才有這些文件去周圍 你在這個 14年那個所謂佔領運動 黑警黑警已經罵了很久 你很不容易在這幾年裡面 不要洗不洗底 起碼大家可能對黑警這個名字 大家都不會怎麼提起 612之後 黑警紅臨香港啊 大佬 尤其是全部都是 魚狼似乎 我從來沒有叫過黑警的 因為我有一些要好的朋友 同學 警察來的 我的親戚都有當警察 我的朋友 其實坐在兩三位 這幫人裡面 可以說都是盡忠職守的 就是怎樣呢 我等咬糧 那些 其實那些 你得過且過 不會說 好似我們見到 12號那些這樣的警察 其實大家這麼久 還沒聽過我講一句黑警 這些殺紅尿眼 就算是你 你在現場 你的所謂親戚在那裡 你一樣難途一劫而已 老實說 在那個環境之下 老實說 夠硬就沒有親戚了 好 我們等下 出來吧 好 好 謝謝 你 我們的